陛下 臣女将离 见过陛下 魂采精华 宠辱不惊 听闻你曾在真女堂十年 朕非常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 真女堂虽在山野 却令臣女疑心养性 山中多隐士高人 只是凡俗之人 因心为世间尘埃所蒙蔽 孤儿不能看到 恰巧臣女年幼离家 清冷孤僻 却心无旁骛 心思单纯 才方且入了高人之眼 学了些皮毛罢了 身在如此荒拜之地 非但不沉沦 反而日夜不忘精益修身 难得 来人 赐薄 你们四位都是栋梁之才 朕自当赏赐 这些珠宝玉器一并赠予你们 陛下 陛下赠予珠宝玉器实属罕见 只是臣女志不在此 斗胆请陛下换一物 倒是头一次有人拒绝朕的赏赐啊 臣女不敢拒绝 只是臣女不懂品鉴 陛下赠珠宝玉器与臣女 难免蒙尘 所以臣女才斗胆敬言 那你要什么 臣女痴迷学问 曾越过沈学士一篇谣异论 其议论真编实壁 文采斐然 在文人中也广为流传 臣女不才 对沈学士的文采 十分仰慕 只是男女有别 不敢贸然求教 今日 求陛下口谕 让沈学士日后 指导臣女学问 臣女得意恩师 日后 定更思尽义 这家二娘子真是大胆 莫不是 看上沈学士了吧 你还别说 两人还挺般配的 别胡说 怎么了 夫人 今日我赶紧去买菜 平日里风雨无阻 都会出摊的卖菜 师父没来 我疑问才知 那个师父家中人丁稀落 他唯一的儿子 去扶了兵役 因此 师父虽年事已高 仍不得已去扶姚役 他最后活活被累死了 竟有这般残事 名声多奸啊 多谢夫人 怎么了 科考测论中有以姚役为一的考题 我正愁不知如何下笔 多亏夫人赠我切题之口 难怪你方才说自己心思简单 寻常人可开不得这口 虽男女有别 倘若一心求学 无伤大药 姚役论确实写得好 非心怀百姓者所不能诚意 朕也是读了这篇文章 方知审清京士之才 而你身为女子如此敏而好学 实在难得 朕准了 沈清 沈学士 陛下换你呢 臣在 朕命你认真指点江二娘子的请教 不得马虎 臣 领旨